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杨开仪笑道 那要如何虚兄才能答应我让出这个名额呢 很简单 小白衣淡淡说道 我们的名额都是通过宗门言武而来 换句话说 强者得知 你要是能干掉虚师弟 那你的名额自然就是实至名归 我想其他人也不会多说什么的 不做 薛义在一旁蒙点头 干掉我 或者被我干掉 或者的那人拥有名额 这样不太好吧 杨开露出了质疑之色 这俩家伙说的这么血腥 让他心里毛毛的 他要是被薛义给干掉了 恐怕没什么事 但他若是把薛义干掉了 只怕会捅出天大的篓子 没什么不好的 肖白衣神色依旧冷漠 还是说 你怕了 肖白衣神色依旧 激将我做什么呀 他没想到 只是要个进入四季之地的名额 竟还能扯出这样的麻烦 如果可能的话 他自然不想跟青阳神殿的武者有什么争斗 但见薛义如此气势汹汹 他即便忍让 也没有办法解决此事 他毕竟答应了秦朝阳 还动用了那位高人留下的玉女乞丐令 四季之地是非去不可的 既然两位如此圣洁 那杨某就切之不公了 萧萧 此事经过和结果 还请你做个见证 放心 肖白衣见杨开竟然答应下来 显然有些意外 他本以为自己与薛义亲自前来 为言恐吓一番对方 还不吓得屁滚尿流 惶惶而逃 可事情的结果竟不是这样的 他淡淡说道 我这次隐薛师弟来此 就是为了见证此事 无论你二人胜负如何 又或者身处险境 我都不会插手干涉 萧兄看样子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啊 杨柯离子一笑 那就有劳了 你还是过好你自己 别太容易就死了 否则传言出去 对我身体名声不太好 肖白衣眼帘微微缩着 虚空之中 两道倩影隐匿在一旁 静静地观望着下方 陈倩道 这信仰的 胆子不小啊 面对境界比才高一层的学义 虽然一点也没有畏缩的意思 胆量与实力无关 高雪亭淡淡道 书画间忽然抬头瞧了一眼虚空柱 嘴角一瞥 哼道 不无正眼 这点小事也要来看热闹 成何体统 陈倩闻吟也朝那边瞧了过去 咪嘴一笑道 店主大人 怕是闷得慌 就在这时 两女的耳边都传来了温子山的声音 两位美人有没有兴致来陪本店主畅饮一番啊 本店主 这里可是特意准备了 没兴趣 不想去 两女不等她把话说完 就干脆利落地拒绝了 毫无商量的余地 温子山愣了一下 一脸伤心欲绝的模样 未然长叹 唉 有酒无本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啊 你给我正经一点 小心我过去把你的桌子给掀了 高雪亭冷冷地瞧着那边 温子山一拍脸 绝望道 我怎么把你养成这样一个冷冰冰的性格呀 一点也不像我呀 高雪亭哼道 你是我父亲还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像你 温子山顿时无垠 高雪亭嘴角一扬 露出了一丝隐蔽的笑容 小兄弟 他是答应跟我打了是吧 薛义扭头问道 答应了 小白衣点点头 那我可以出手了 薛义再问 他根本就没有等小白衣回答的意思 这话刚说出口 人便已经直接冲到了杨开面前 汇拳朝杨开轰了过来 扰视杨开反应申诉 也没有想到这憨头憨脑如大猩猩般的男子竟然如此狡诈 一时不察 对方的拳锋已经打到面前 拳锋肆虐 那拳头之上 萦绕着一股极强的破坏力 凝聚于一点绽放寒光 杨开大惊之下 只能脚步连铁飘然后退 却以庞大的身躯却展现出了与之不符的敏捷 如复古之躯般 与杨开保持着极近的距离 宁肖道 小子 若能活下来 以后好自为之啊 话落 内拳空散了杨开的面门上 伴随着一声爆裂的响动 狂暴的力量肆虐而出 杨开的身体不受控制的朝后方飞去 直接撞在宫殿的墙壁上 将那坚固的墙壁撞出一个大窟窿 轰隆隆 一连串的声响从宫殿内传出 似乎是杨开被轰得撞碎了好几面墙壁一样 过了好一会儿 那动静才逐渐消失 没意思 薛义甩了甩砂锅大的拳头 冷哼一声 看都不看杨开所在的方向一眼 说道 薛师兄 走吧 薛白衣纹丝不动 眯一眼朝前方望去 目光锐利的似乎能洞穿虚空 忽然他身色一动低喝道 还没完呢 啊 薛义文言猛的扭头 只见那破掉的墙壁窟窿里 一人慢慢走出 一边走 一边甩着自己的两只胳膊 嘶牙雷嘴的表情 仿佛在叙述着自己的疼痛 等下了呀 前军一发之计 温子山眯眼看着下面 赞道 嗯 反应不错 刚才那一瞬间 温子山清楚地看到 杨开忽然交叉双臂 挡在了自己的面前 薛义那识破惊天的一击 直接轰在双臂上 并没有打中头部 否则以他的蛮横力道 杨开即便不被打爆脑袋 也得昏迷过去 肉身很强 这姓杨的小子 高写亭也是美眸一缩 陈谦道 我记得 薛义修炼过金刚天王身吧 勾写亭点点头 嗯 薛王境的时候 他就开始修炼了 如果我没看错 他应该修炼到第六层了 论肉身的强大 在所有道元境弟子当中 除了那个人之外 他是最顶尖的 正面阶下薛义一击 看似没什么损伤 这姓杨的 应该也修炼过确体功法 陈谦若有所思 小雪亭 我们打个毒怎样 这时 温紫山忽然又朝这边传音了 打什么赌 高雪亭扭头朝那边望去 赌他们两个 谁会赢 温紫山微微一笑指着下方的 赌住呢 高雪亭冷声道 嗯 我想想 温紫山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对了 小雪亭 你不是一直想借生死门历练吗 你若是赢了 本座云你又有何法了 此言当真 高雪亭美眸一凝 娇喝道 一旁听到生死门三个字的臣妾也是神色一动 本座什么时候 骗过你啊 温紫山说话间露出了人畜无害的笑容 高雪亭死死的凝视着温紫山 似乎是想看尽她的内心深处 可对方依然保持着那温和和耀眼的笑容 好一会儿高雪亭才一开目光道 确实 你虽然整日吊耳郎当不务正业 毫无正派 魂无一派宗主的气质风范 温紫山听得脸都黑了 嘴角微微抽搐的 听你这么一番评论 本座感觉自己一无是处啊 高雪亭话锋一转道 但你还真没骗过什么人 本座就只有这一点优点吗 温紫山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那你若是赢了想要什么 高雪亭冷声问道 温紫山黑黑一笑明亮的目光在高雪亭身上扫了几圈 护着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 脸色微微有些发红 哼道 龌龊的念头和想法赶紧给我说起来 小心我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 你想到哪里去了 温紫山失笑道 呃 这样好了 我若是赢了 你就答应我一个不会违背自己原则 也不算过分的小要求 小要求 是什么样的要求 高雪亭警惕地问道 这个嘛 暂时没有想好 想到了之后再告诉你怎样 温紫山打了个哈哈 高姐姐 别上当啊 店主大人又不知道 闭上想要做什么呢 陈剑在一旁好心提醒 唯恐高雪亭一时冲动 掉进了温紫山的陷阱之中 我知道 高雪亭点点头 说话间扭头看了一眼下方 接道 但他得赢了这场赌局才成 要不然说什么都没有意义 说话间他冲温紫山点头道 好 我答应了 一言为定 温紫山呵呵一笑 不许反悔哦 你还是先替我准备好进入生死门的通行令吧 陈倩叹了口气 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 虽然他也不认为 以阳开的实力 能够战胜整个青阳神殿 道元镜层次中排名第十五的薛毅 可他心中总有不好的感觉 殿主大人虽然各种不正经 但在关键时候他还是很靠谱的 陈倩并不觉得 温紫山会真的让高雪亭进入生死门 所以他应该是对这一场赌局有很大的自信 想到这里他连忙朝下方望去 下方处薛毅微微有些意外地瞧了一步步行来的阳开 宁笑道 乖乖的在那里躺着不就行了 为什么还要走出来呢 你这是自寻死路啊 朋友够阴险 受叫了 阳开哼了一声 就在这时 他耳边忽然传惯了一个人的声音 小子好好干 把你的对手打趴下 本座可以答应你一个不算过分的要求 听到这个声音 阳开为之一愣 因为这一声音分明就是青阳神殿 店主温子山的声音 他前些日子才见过这个男人 对他的声音自然很熟悉 而且在这青阳神殿的总舵之中 估计也没人敢冒充温子山给他传音 换句话说 给他传音的就是温子山本人了 搞什么呀 阳开眉头一皱 神殿放出 扫了下四周 却没有发现温子山的踪迹 一宗之主 竟暗地里传音给自己这个外人 让自己好好努力把自家宗门的精英弟子们打趴下 这等滑稽的事情若不是发生在阳开自己身上 他怎么也不会相信的 而且温子山竟然还说 可以答应自己一个不算过分的要求 这是什么意思 饶是阳开精明过人 也想不明白事情的原委 而就在他失神的这一瞬间 一股凌厉的攻击已经袭到尽紧 你想什么呢 大地当前竟敢分神 别看不起人啊 薛义的话语随着攻击一并到来 依然是那粗满的义拳 前锋上裹起进风漩涡 仿佛要破坏掉阻挡在前方的一切 大地 杨开忽然抬头 冰冷的毛子凝视着薛义 透着一种不信 面对那时破惊天的一击 没闪没闭 同样一拳狠狠吟上 轰 一声巨响传出 天地为之战力 两人所立之地 猛地往下方塌陷 直接凹陷出一个巨大的圆坑 地面四分五裂起来 蜘蛛网一般的裂纹纵横交错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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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拳风之上 两人严厉交锋 发出刺耳的声响 周边的碎石和土块受到影响 竟狮众般地徐徐浮上半空 方圆百丈范围内 空间极度扭曲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至少 上语 主持人 演唱 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